皇族国际同济会日前捐赠了轮椅 给花莲市重庆市场还有中华市场 提供给有需求的民众来借用 市长魏嘉贤除了表示感谢之外 也期盼未来在社福方面可以多加合作 也帮助更多需要的弱势族群 皇族国际同济会日前 在会长梁又杰及川会会长洪耀国的带领下 一行人前往了重庆市场 在市长魏嘉贤及市场所长球星都等人的见证之下 将两部轮椅分别捐赠给重庆市场及中华市场 那我们同济会秉持着照顾儿童社区 那对于这市场因为我们也有注意到 一些长者来到市场的时候 他要购买一些食品的时候 因为行动不方便 那进来市场的时候会造成他自己本身的行动困扰 那所以我想说借助这个机会 那我们捐赠的轮椅 让一些长者来到市场的时候 可以跟这个自助会这边借助轮椅 让他比较行动方便 那进来市场这边购买他的食材 那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我们之前到新北还有北部的一些市场 去做交流跟参访的时候 有发现其实很多的市场 都有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 那那时候洪创会长就有这个起心动念 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设施 他就向同济会提出的一个申请 那也谢谢梁会长有这样子的一个爱心 来捐赠给我们两个市场 一个是中华市场还有重庆市场 而市场自治会主委陈爱玲及郑元璋 也特别颁证感谢状 并表示会将这份善意发向持续的传递下去 而市长为家贤也希望市场的伙伴们 能够善用这项资源 协助来市场采买的消费者 大幅提升公有零售市场的方便与友善 记者徐立青 华林市报导